好 各位同学 那我们继续来讲解教材的第17章 第三节 考虑持续经营假设 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还是要说两件事 这两件事呢 我可能觉得大家在听17章 我在讲的时候呢 都有点听烦了 但是呢 咱们也不怕烦啊 咱们再说一遍 因为你发现没有 咱们多说一说这种思路 大家可能在学习时就是会懂清楚 第一点 我想问大家一下 请问持续经营假设这件事 在咱们审计地图当中 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说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它里面有没有可能跟持续经营产生问题 产生联系 采购于户款呢 生产与存货呢 货币资金的审计呢 大家想想 其实它们都可能会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第一件事我想说的是 它仍然是审计棋盘的概念 销售与收款 如果客户流失 入不服出 那有可能跟持续经营产生关联 采购于付款呢 主要的供应商流失 原材料短缺 无法生产 也可能会影响持续经营 生产与存货呢 存货被替代 大量的存货滞销 简直也有可能 货币资金呢 比如说资产的流动性不足 没有办法偿还相关的贷款 而且借款无法斩期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导致持续经营能力的疑虑或者是危机 所以你发现了吗 仍然它是在审计棋盘当中的 所以大家首先要掌握这个概念 咱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棋盘里面撞啊撞啊撞 明白了这个之后呢 学习就会清楚很多 思路就不会特别混乱 然后第二个 咱们学习持续经营假设如何对它去展开审计工作 请问大家思路是什么 思路仍然是先去了解 什么叫做持续经营假设 然后呢 去做风险评估 再往后呢 去做风险应对 最后呢 再去评价对审计报告相关的影响 是不是还是这个思路 了解 评估 应对 评价 所以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 就是这么几件事 所以大家还是要那句话 反复反复再反复 熟练熟练再熟练 思路是不是就清楚了 清楚了之后呢 咱们开始学 第一点 咱们来说 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责任 这不就是在了解它们 第二个呢 展开风险评估 第三个呢 应对 第四个呢 考虑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的影响 看到了吧 思路一脉相承 第一个问题 先谈责任 这个问题啊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认为说不重要 对于持续经营假设的责任 在这里考试当中考到的概率其实是很高的 概念题 考个单选 考个多选 我个人认为白送分的 咱们必须领位 两颗心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持续经营假设 这个用咱们讲吗 是咱审计当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吗 大家在学习会计这门课的时候 刘忠老师 第一章 给大家讲解会计基本假设 给大家讲解会计当中的基本原则 就给大家曾经讲过 我们要遵循持续经营假设 这样一种原则 什么意思呢 叫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们的备审计单位 它的经营活动会维持下去 我们不打算 也不必 叫做不必要 不会迫使被迫终止经营 或者是发生破产清算 但是大家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 我正常的去处置一些资产 正常的去清偿一些债务 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持续经营 本身也是我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怕就怕什么 夹然而止了 所以在可预期的未来 被审计单位会稳定的 还具有生命力的经营下去 这就叫做持续经营假设 好 那我问大家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咱们在审计当中 对它在进行考虑的时候 要进行特别考虑呢 原因是为 它其实本质上 就是我们在编制财务报表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是非常核心的 所以这第一点 我们为什么要对它展开工作 因为它重要 它是基础 第二点 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的责任 是在编制报表的时候 评估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 在这里需要大家重点掌握这句话 无论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也就是准则 是否对此做出明确要求 这句话看似有点像废话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每年学的时候 都会问我 说老师咱们国家的准则 你先不要说 说会计准则的体系 基本准则当中怎么说的 我们学会计这门课上来第一章 恨不得上来之后第一节 第一节课我们就要学这个概念 持续经营下设 准则很显然是做出明确要求的呀 为什么在这还要跟你说这么一句话呢 大家能不能想明白这个背后的道理 为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国家的审计准则 相比于会计准则而言 可以说更加的向国际进行曲统 国际准则当中 基本上有怎样的准则 有怎样的理念 我们国家应该都是一脉相承的 都知道我们国家做了本土化 那国际准则当中确实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则 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适用于很多个国家 很多个地区 有些国家 有些地区制度比较健全 比如说咱们国家 那快准则的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那管理层承担这个责任 责无旁贷 但是有些担心 有些国家 有些地区 可能大家还饿着肚子呢 可能还战火纷飞呢 哪有时间研究会计准则 可能编制基础 根本就没有做出明确要求 有这样的可能性吧 那如果他要去试用国际审计准则的话 那你说 管理层 他要不要遵循持续经营能力 要不要去评估呢 准则没要求 你照样有责任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管理层的责任 这儿有这么一句话 考试当中不能出错 他会告诉你说 说如果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没有做出明确要求 那么管理层就无需评估 持续经营能力 该说法就是错误的 第三 筑块的责任 这个要重点掌握 筑块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是审计的责任 我们是要求管理层 他在编制和猎报 财务报表时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 说法拉松你用的对吗 我们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而且要对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能力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得出结论 说靠谱吗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迹象 导致你没有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呢 我要不要去把这种重大的不确定性 要能够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应对 这是咱们的责任 这是第一点 好了 我问大家 我们的责任 是保证被审计单位能够持续经营吗 咱们能不能给出这样的保证 这个你不用学审计 你就凭生活常识的经验就能做判断 如果咱们审计师都能做这样的保证 那好了 世界上所有公司都来找审计师了 说你能给我保证我持续经营下去 变成百年老字号 就跟同仁堂一样 有可能吗 那审计师就不叫审计师 就不叫中国注册会计师 那叫做你是我的神 是这个道理吧 这很显然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 所以第一句话 我们要接着第三句话 说注册会计师 没有在审计报告中 提及持续经营能力的不确定性 不能视为咱们对它做出了保证 所以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去阅读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比较重要的第二句话 还是延续刚才的那个思路 我问大家 如果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也就是准则 没有要求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 做出专门的评估 也说他没有要求管理层做评估 那我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 请大家跟我复习 那请问管理层还要不要评估 他还有没有这种责任 刚才讲过 照样有 第二个问题 注冠有没有责任 去评估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能力的适当性呢 注意啊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没有明确管理层的责任 那注冠还有没有这种责任 当然也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所承担的叫做独立的完全责任 并不会受到管理层他所承担怎样责任的影响 所以以上这些难度一点都不大 考什么呢 考概念 大家一定要掌握 考概念提出来 我个人认为啊 他本身就是白送分的 大家呢 一定要重点把握好 在这儿不能丢分 明确了之后说 这就是对持续经营能力要承担的责任 下面 我们在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风险评估 这里一颗星 在最近几年的考试考到的频率呢 相对来说低了一些 但是这儿其实挺有趣的 大家主要就是听小杖老师讲讲故事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 你可以把笔放下 我都让你记笔记的时候你就记 那剩下的时间呢 你可以相对比较放松的听我讲讲故事 这就行了 这里怎么说 我们如何去做风险评估呢 这种风险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两个字 叫疑虑 尤其是重大的疑虑 那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会导致有持续经营能力的疑虑呢 咱们心里面就会打鼓 说被谁单位真的能够持续经营吗 我们要产生上一种疑虑 那来自于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 来自于财务方面 第二个 来自于经营方面 第三个 来自于其他方面 我为大家说一下大白话 什么意思 第一个方面 没钱了 钱出了问题 第二个方面 经营方面 人出了问题 事出了问题 第三个方面 其他方面 往往是意外的发生 你跟着我来看 尤其第一个方面 钱出问题了 第二个方面 人出问题了 事出问题了 本上就在说这几件事 咱们首先来看看 有哪些事件会导致 钱出问题 第一个 说净资产为负数 或者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大家在这一点上 有没有一点印象 咱们过去学没学过 有没有一点印象 咱们在学习第一章 在学习第七章的时候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我说如果被审计单位的资产流动性不足 什么叫做资产流动性不足 也就是说 没有办法产生日常经营运营所需要的必要资金 进不了货 还不了钱 付不了款 两手空空 那在财务成本管理那边课程当中 用什么样的指标去衡量这种资金的流动性呢 它用的叫做流动资金 流动比率 营运资本 所以你看 如果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那就意味着资产流动性不足 很可能就是持续经营能力有重大疑虑 这第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要学财管 你看在这儿是不是也能用得上 第二件事 说定期借款即将到期 预期不能斩期 说没有办法延续了 还有呢 不能偿还 或者是短借常用 这叫过度依赖短期借款 为长期资产筹资 那一时半会儿 偿债压力就非常大 这也是钱出问题 第三 说债权人撤销财务支持 不给你借钱了 人家要退出了 人家看出来你出问题了 为什么 不陪你玩了 不陪跑了 那此刻也是钱出了问题 第四 历史或预测性的财务信息 表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为负数 这叫入不敷出 这个好理解 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儿圈下来 经营活动 人家可没说投资活动 没说筹资活动 人家说的是经营活动 因为你们学财管 有一章会给大家讲资本预算 你也知道 如果是做一些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预测 那么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为负数 这是蛮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投资都有回收期 但是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进额为负数 就要更加引起我们对持续经营能力的 一种重大疑虑 一种警觉 第五 关键财务比率不佳 第六 发生重大经营亏损 或者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价值 大幅的下跌 第七 拖欠或停止发放鼓励 来这儿再画一下 人家说的是拖欠 或者是停止发放 有没有说变更鼓励的形式 大家学财管 有一章叫做鼓励分配 会告诉你说 说鼓励的形式有很多种 有现金鼓励 有股票鼓励 那如果说一家被整理单位 只是变换了鼓励 发放的形式 把现金鼓励变成了股票鼓励 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说人家是钱出了问题 因为在这里 人家重点强调的是拖欠 和停止发放 第八 说在到期日无法偿还债务 还不上钱 前面讲火不再追溯了 第九 无法履行借款合同 第十 供应商由奢购变为 获到付款 来看这一条 以前供应商说 没事 先拿去用 我先帮你记着账 为什么敢这么做呢 因为信用良好 可是现在供应商说 你必须先给我钱 不给我钱 这个货呀 不能拿走 为什么 人家也担惊受怕 为什么担心 怕你还不上钱 怕你还不上钱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意味着你是不是有可能 无法持续经营 第十一 无法获得开发必要的新产品 或者进行其他必要的投资 所需的资金 资金不足 所以在这里 123.567.8910.11 这11种情况 不需要备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第四种 第一种 第七种 第十一种 这些大家简单关注一下 过去考试中曾经提到过 但是难度也不大 大家记住 这就是钱的事 第二个咱们再来说人的事 人出了什么问题呢 管理层计划清算 或者计划终止经营 第二个 说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且无人替代 来同学们 看看这个 这里啊 人家说的是离职 且无人替代 而且说的是关键人员 你比如说 有些管理层 他承担着要职 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他离职了 可怕吗 他离职了 来了个更好的 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关键是他离职之后 后面没有接班人 这叫清皇不接 比如说老一辈的管理层 他离职了 他退休了 但是后面呢 没有新任的管理层 能够接得上 那就这样的危机 那被谁难为 很可能失去了掌舵手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人家没有说无人替代 人家有可能遇到更好的 所以呢 以往在这里 我都喜欢举个例子 我说大家 在恋爱当中失恋 其实你真正难受的 是你失去了眼前的这个人吗 恐怕不是 是你失去了眼前的这个人 同时没有更好的来替代 是吧 这有点毒鸡汤 但是一个道理 第三 说失去了主要的市场 关键的客户 特取权 执照 或者主要的供应商 你看第三条 告诉你就是事出了问题 没市场了 没客户了 没资质正照 第五 出现用工困难 用工困难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 如果有的时候 你有原材料 你有机器 有设备 有生产线 但是就是没有人 这叫巧妇难为 五米之催 做不出饭 开不了锅 没有办法去开展业务 没有办法搞生产 搞运营 第五 重要的供应短缺 本质上也在说原材料 事儿的问题 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危机 第六 出现了非常成功的竞争者 对我们造成重大的冲击 好了 以上这些 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第二题 第三 还有其他方面的 再听听故事 比如说违反了资本的要求 有一些未决的诉讼 或者监管的程序 可能遭致一些重大的索赔 或者法律法规 或者政府政策的变化 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一条 我在过往讲课的时候 其实并不好举避 给大家举些例子 大家可能觉得都离自己的生活 比较遥远 比较抽象 我问大家第三条 你结合现在 我们当下的一些国家的政策 对某些行业的监管 你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就理会到 哎呀 审计准则真的是挺厉害的 它很多问题考虑的 非常的细致 很细腻 能够想到吗 比如说双减政策 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们 小朋友们 实在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太过于内卷了 大家有时间去提高综合素质吗 有时间去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吗 有时间去亲近大自然 参加劳动吗 有时间跟家人团聚 做一些开心的事 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吗 我跟大家说 我在小的时候 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 而且我的母亲 她对我也比较民主 她非常尊重我的意见 她说学书法吧 我说我不想学 她说你看 你外婆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 去跟郭爷爷好好学一学 我现在都记得了 那个爷爷姓郭 我当时就说不想学 后来过了几年 自己稍微长大一点 想学书法吧 然后跟我妈妈说 说妈妈我想找郭爷爷学书法 我妈赶紧捂住我的嘴 说孩子别乱说了 郭爷爷已经去世了 你看就是 你会发现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补习班 没有什么奥数 没有什么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好像基本上大家过的日子 都还是比较无忧无虑的 但是现在不是 小朋友被压得喘不过来气 从小就开始做脑筋 去转弯 从小就开始做奥数 从小就是鸡兔同龙 所以呢 国家的政策是说 双减 还大家一个健康的 科学的成长的方式 那相应的呢 原来从事这些 比如奥数的教培 这些行业的公司呢 那就面临无法持续经营 就是这样 所以这第三点 这点啊 你看 你结合当下的一些 时事的热点问题 就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感受到 这第三 第四 说对发生的灾害 没有购买保险 或者保额不足 你注意 灾害已经发生 但是没投保 或者保额不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可能 一个海浪派过来 把你的厂房抬灭了 一个海浪过来 把你的生产线毁灭了 但是你还没有 东山在一起的能力 这就很可怕 影响持续经营 所以啊 各位小伙伴 在这里 一二三 这三条 告诉我们是有一些重大的疑虑 能够评估出一些风险 好了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认为 这里面 钱的问题 人的问题 事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导致你有重大疑虑 那请问 这种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 你在风险评估时 会把它评估为 报表层 还是认定层 答案是 报表层 它的影响 可能是 广泛的 好了 明确了之后 第二点 咱们来看 对注块的要求 第一点 说如果说 咱们发现了一些 疑虑的事项 但是被审计单位 能够提出一些措施 我们把这样的措施 叫做缓试措施 比如说 你发现说 他没有办法还钱 但是被审计单位告诉你说 没事没事 你看我的母公司 资金实力雄厚 能够为我提供支持 能够给我打保票 那此时这些措施 就能够减轻 这些事项的严重性 注块未必会得出 无法持续经营的结论 所以这儿 你也不用着急下结论 还看看 有没有缓释措施 第二个 说如果被审计单位 存在资不抵债 无法偿还 到期债务等事项 或者情况 这可能表明 存在因为持续经营问题 而导致的重大阻暴风险 而这个风险的结论是 它是跟报表整体广泛相关的 可能会影响多个项目 多个认定 这个风险 大家记住 旁边写上三个字 刚才也说过 叫做报表层的风险 好了 这是对注块的要求 这些就是核心的风险评估程序 难度一点都不大 关键的大家学完之后 会发现 没听故事都听得挺懂 但是考试怎么考呢 咱们还得回到硬式的角度上来 于是请大家跟着我看 书上第318页 我给大家总结了解题高手 来看这个命题角度 说评估因为持续经营能力的问题 导致重大错暴风险的 一些核心观点的判断 第一个问题 报表层的 第二个问题 大家要熟悉一些典型的情形 尤其要关注细节 因为审计考试 特别喜欢在这儿给你挖坑 不是吗 第一个 是被审计单位拖欠或停止发放鼓励 大家注意 这里人家没有说 改变了鼓励发放的形式 千万不要混淆 第二 说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进额为负数 可能会入不敷出 但是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为负数呢 是蛮常见的 因为它需要一定的回收期 第三 说被审计单位的关键管理人 离职且无人替代 这叫接班人危机 失去掌舵手 没有年轻力量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个你们指的是谁 指的是年轻一代的年轻力量 因为他们代表的生机 活力 创新 一家被审计单位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他没有年轻的人员 能够去顶上关键的位置 原来的人员又离职 那就会失去掌舵手 而陷入混乱 但如果人家没有说 且无人替代呢 人家有可能招募到了 更具胜任能力的人选的 那此时就没有什么 持续经营能力的危机 所以这些细节 它处处无不体现了 我们审计的严谨 明确之后 风险评估 咱就说到这儿 下一步咱们做什么工作 答案是风险应对 在这里三颗心 考试当中喜欢考大家 一些重要的观点判断 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持续经营能力 在过去五年 从未考过简答题 在第十七章当中 我给大家说过 一共有四个部分的内容 唯独就是咱这个 持续经营假设 从来没有考核过简答题 但他能不能考呢 我个人认为 他也完全能考 人家今年给你出个黑马 持续经营能力 这儿考个简答题 你一下就懵了 所以怎么办 上课好好听 下课好好做 老师我上哪去做 真题都没考过 只做好题中 我给你编了模拟题 你去练一练 你去测一测 你去看一看 一定要亲自动笔 练一练 试一试 这样的话 考试中一旦就算出现了黑马 大家说老师 我借你提言啊 我谢谢你啊 但是咱也不怕 好了 如何应对 第一个 叫做评价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 做出的评估 好了 第一条 这个很绕口 各位小伙伴 你读一读 这句话 我们评价的是 管理层的评估 所以其本质 叫做评估你的评估 经常人吐槽啊 说审计说话 不说人话 说好好的话 生活中的语言 让审计一说 都让人看不懂 摸不着头脑 你说这说的 评估你的评估 我说没事 你想想生活当中 你唱歌不也唱吗 叫幸福着你的幸福 对吧 你咋不吐槽呢 你说这歌词 写的咋这么不好呢 这么绕口呢 你不说 你说歌词好浪漫呀 是吧 捧着一束玫瑰花 花钱月下 幸福着你的幸福 甜言蜜语的时候 你咋不说呢 学审计的时候你就喜欢吐槽 评估你的评估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如何去评估你的评估 第一个问题 管理层 它是怎么评估的 首先 它涵盖了怎样的期间 管理层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的期间 大家记住 是财务报表日期的下一个会计期间 说注册会计师评价的期间 应与管理层按照规定做出评估的涵盖期间相同 也就说 它至少要评估涵盖12个月 哪天开始算呢 财务报表日开始算 那请问 如果说它短于12个月 怎么办 提醒它延长 我们注册会计师应当提醒管理层 至少将其延长至财务报表日期的12个月 同学们记住 这儿有一个关键日期 12个月 这是管理层至少要看待的期间 比这个长也没问题 但是比这个短 咱可看不下去 咱得告诉它 咱得评估它的评估 告诉它说 至少延长至财务报表日期12个月 这个考试会考 而且考你什么单选题 就让你选一选 从哪天开始多长时间 记住了 咱就能得分 所以这就是评估你的评估 不要认为它太绕口啊 联系生活中的实际 这样的话你没少听 你再比如说 有些歌词写得特别的唯美 说我走过你来时走过的路 你说绕不绕口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绕口吧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你看多浪漫 到审计当中 照样评估你的评估 也很浪漫 不要认为它很拥口 拥抱它 爱上它 第二 除了评估管理层 评估涵盖的期间 我们还要去 对管理层的评估过程 分析过程 做出我们的评价 这一点在考试中 特别喜欢考 第一点 说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咱们的责任是什么 评估你的评估 代不代表说 去纠正管理层 缺乏分析的错误 我的目标是给你去纠错吗 你注意啊 不是 有同学理解不了 老师为什么给他纠错 不是咱们注快的责任呢 来请大家跟我想想 咱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学过财务报表审计的总体目标 鲁迅说 忘却的救主 就要降临了吧 我不知道大家 忘却了吗 还记得吗 我们审计当中的总体审计目标 是什么呢 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 叫做发表意见 后面四个字 叫做出具报告 还有印象吧 我当时给大家说 我说针对什么发表意见 针对什么出具报告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针对的是 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 由于错误舞弊 导致的重大错报 发表审计意见 出具审计报告 我当时问大家 我说咱们财务报表审计 不是对什么出具报告 不是对什么发表意见来着 以前给大家说过坑 我这么说的 我说不是对内部控制运行的 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我问大家说过 不是对被审计单位 能否持续经营 发表审计意见 大家还记得吗 老师讲没讲过 有点举手 老师没讲过 没讲过 但你骗不了审计老师 审计老师最讲证据 来你跟我翻开 咱们打好基础的第十页 有个解题高手 在那给你写着 那从那个地方学完到今天 你再看这句话 既然咱们的总体审计目标 不是去对持续经营能力 做出合理保证 那你去纠正持续经营能力当中 管理层缺乏分析的错误 就不是咱们的责任 所以这里前后链接 原理相通 咱的目标不是给他纠错 咱也做不到 把持续经营能力 分析过程当中的错误 都帮他纠出来 所以这第一点 大家要重点去掌握 而且要前后链接 所以审计就是这样 你看越学越有感觉 第一章没法给你解释 怎么解释呢 解释不清楚 但是到了这一章 你再去学的时候 你大概就明白了 原来前后融会贯通 第二件事 我们筑块如何对管理层 做出评价呢 在某些情况下 管理层缺乏详细的分析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持续经营 筑块说 你为什么能够认为呢 你哪来的自信呢 请你告诉我 你的依据 你的分析过程是怎样的 管理层说 我们也不是没分析 你看看我公司 我们过去的盈利记录 盈利非常好 第二 不仅盈利好 而且我们背后 母公司还大力支持我们发展 母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看到没有 关于支持我们发展的一封罕见 红头文件摆在你面前 我问大家 这个时候管理层还需要详细的分析吗 我告诉大家 人家非常的自信 为什么底气足腰板直 有靠山 此时用详细分析吗 不用 所以这时候管理层缺乏详细的分析 注册块领师 这时候你还过去非要给你在鸡蛋里挑骨头吗 不用吧 并不妨碍我们注快 得出持续经营假设是否适当的结论 这也能够反映我们成本向原则的权衡 这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得结论就得结论 该做判断就做判断 千万不要 大家啰啰嗦嗦 做事犹犹豫豫 因为这个时候能够当机立断 就这个道理 但是接下来 大家学习的时候要细心 人家这说的是缺乏详细的分析 等不等于管理层 无需分析 有同学就不能理解 考试谁就这么给你考 这叫偷换概念 缺乏详细分析 不等于不分析 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管理层他不分析 不评估 那叫做没有履行他的责任 所以这里说的是无需详细分析 可能不影响注快做出判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其他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评价管理层 他所做出的持续经济能力的评估 可能包括评价管理层 做出评估时遵循的程序 你怎么评估的 第二 依据的假设 你为什么认为你能够持续经营 管理层说 我依据两个假设 第一个 我们的产品好 第二个 我们的母公司给予支持 产品好 爸爸牛 那这种情况下 就叫做依据的假设 我们要去评估 接下来 未来的应对计划 缺钱了 没钱了 怎么办 我们在银行那个地方 有信贷协议 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动用的贷款的余额缺口 我们马上就能够从银行获得支持 这不就是未来的应对计划吗 还有管理层的计划 在当前情况下是否可行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实物案例 我过去遇到过这样一个 我对他有持续经营能力的 重大余裕的公司 然后管理层也做出了评估 说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我们没有问题 我说为什么呢 管理层的计划是说 能够获得母公司的支持 这就是他未来的应对计划 你注意啊 这个时候能不能说 既然你认为能够获得母公司的支持 把母公司给他的那封罕件 或者一封邮件 说确实会大力支持此公司的发展 然后拿到手上之后 直接纳入审计工作离稿 认为结果满意 行不行 不行啊 同学们 你得保持职业怀疑 他说母公司 他具备这样的支持能力 你就能信吗 你得评估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第一点 人家母公司真的愿意吗 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比如说 此公司的管理层留红中 每天还在那巴巴的等着母公司来支持他呢 实际上母公司在研究的不是如何支持他 而是如何裁退他 如何撤销他 如何关停这家精英不善的公司 他还在那高兴呢 过两天没工作了 没饭碗了 这叫做意愿 人家要不要支持你 第二件事 有没有这种能力 他是愿意 但是自身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自己都没钱 怎么支持你呢 所以啊 在这里 是否可行的时候 咱们还得评价一下 这些计划 这些你获得资金支持的方案 这些继续持续经营下去的这些想法 那么支持你的对方 有意愿吗 有能力吗 你的计划可行吗 好了 这怎么说的 筑块如何进行评价 第三 咱们筑块在评价的时候 咱们的信息从哪来 那么筑块应当考虑管理层做出的评估 是否已考虑所有相关信息 大家注意啊 此时 这个所有说的不绝对 尤其要关注的是 包括注册会计师 实施审计程序所获取的信息 这句话很抽象 如果大家没有实物经验 或者没有非常足够的理论功底 或者经历过的话 是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狠义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在这里他核心想表达的是 评估你的评估 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要做出评估 评估什么呢 评估管理层 他对于持续经营能力 是如何做出分析 如何做出判断的 假公司 他说 我未来能够持续的经营下去 我们没有持续经营方面的问题 你问为什么 管理层说 你看 我有未来的应对计划 朱快说 你瞅瞅你那点现金流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都为负数了 你的客户都在明显的流失了 你的市场都在明显的萎缩了 你还这么自信吗 管理层说 我自信不是因为我们的现有业务 而是我要拓展新业务 所以他未来的计划是 能够去开拓新业务 开拓新业务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给你编制一个 现金流量的预测 他说 朱快呀 你不用担心 不需要起人忧天 你看我们往后 预测了未来五年的 现金流量情况 我这条新业务线 每年都有稳定的现金流入 这就是他的未来应对计划 那我们朱快去评估什么呢 评估你这个计划真的靠谱吗 这是我们要去评估的问题 不能说他做了一个计划 我们就相信 我们要去评估 评估他的评估 怎么评估 比如说在这个计划当中 有收入的数据 有成本数据 我们在评估时 我们发现 收入的增长率 还是比较合理的 符合行业当中的预期 但是 对于成本 我们认为他太过于偏低了 比如说 未来的运费会上涨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运费明显不是 你预测的这个水平啊 你的现金流出 明显比现在的缺口要大得多 我们认为你有点过分的乐观 和过分的自信了 你认为营业收入 它的增长比率10% 营业成本的上涨比率 只有2% 但是我们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运费上涨的比率 大概在5%左右 请问 这个信息 筑块从哪了解到的呢 假设是一份行严报告 那么此时 我们应该要求管理层 对它的评估做出修正 你这个2%太低了 那么注化可以说什么 可以说你这2%不合适 你这个分析呢 可能不够客观 但是管理层此时说 说我们不打算改了 为什么呢 说你看 这个5% 这数据从哪来的 是你做审计程序 你获得的外部行严报告 我们作为内部的管理层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 你的那份专业报告 所以这些信息 我们没法考虑 请问这个解释 合不合理 说不说得通 你注意啊 完全说不通 为什么 因为刚才告诉我们 说注册会计师 你在去评估管理层的评估时 我们要考虑 所有相关信息 其中包括 我们做审计程序 所获得的信息 而这份行严报告 不就是咱们 做程序获得的信息吗 进而不就能够去验证 它的现金流量的预测 和假设吗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吧 这个案例很专业 是非常好的一个实物案例 大家借助它 能够理解这句话 而这句话 我建议大家把它背下来 一起再来说一遍 说注册会计师 应当考虑管理层做出的评估 是否已考虑所有相关信息 其中包括注册会计师 实施审计程序获取的信息 这是信息来源 所以评估你的评估 咱们就说到这了 接下来说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来说一个相对特殊的问题 这个特殊的问题大家要打起精神 全书仅此一处 我先写上仅此一处 咱们曾经学过一个概念 叫做仅通过实施询问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大家都知道仅询问不足 可是在这里呢 如果发生一些超出管理层 评估期间的事项 我们把它称之为超期事项 如果这些事项也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能力 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 会产生一些重大的疑虑 我们做的程序就是询问 除询问之外 没有责任实施其他任何审计程序 除非特定事项的迹象达到重大 如果考试告诉你说达到重大了 那此时你才用追加程序 才有可能去做什么评估你的评估 否则的话咱们询问一下就行了 所以各位小伙伴在这儿 你记住超期事项仅询问是充分的 除非这种迹象达到重大 好了同学们 我们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 第一点 我们现在在审计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我问大家一下 管理层的对持续经能力的评估期间 请问至少到什么时候 应该是从财务报表日期往后算至少 12个月 应该到2022年12月31号 至少有这么个期间 现在如果说有件事发生在这个时候 发生在2023年12月 说我们预期会有一项新颁布的政府政策 或者法律法规 将对被审单位的经营业务带来重创 如果是重创 那此时除了询问 我们还要做一些别的程序 比如说要去追加一些检查程序 比如说追加一些论证分析的程序 但如果说 这个政策法规确实会对被审单位产生影响 但那个影响绝对称不上是重大 那我们问下管理层就行了 管理层会告诉你说 确实有这么一个政策 有这么一个法规 超出了我们的评估期间 但这个事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重大 除了做询问程序以外 别的咱们不需要做了 所以这是超期事项 一号全书仅此一处 非常特殊 这个为什么会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规范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原理详解 这是因为可能存在已知的事项或者是情况 超出管理层的评估期间发生 导致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产生怀疑 诸快需要对这些事项的可能性保持警觉 可是这些事离我们的评估时间点越远 那么与事项或情况的相关结果 不确定性的程度也增加 因此考虑离咱们比较远的事 只有迹象达到重大 我们才进一步的多做工作 否则太过于虚无缥缈了 咱们问一问就够了 这是原理详解 来请大家看点力研习17-8 这是一道模拟的多选题 咱们来练习一下 说在训令管理层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的适当性的时候 下列各项中 让咱们选择错误的有 A 说管理层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的期间 不得少于自财务报表日期的6个月 错了 答案是12个月 B 说如果被审计单位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外部资金的支持 管理层无需对持续经营能力做评估 错了 无需做详细的分析 而不是无需做评估 C 说如果存在超出评估期间 但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事项 管理层没有义务确定其潜在的影响 是这样吗 不是 我们所讲的是对于管理层而言 我们所特别要求的是 他应该了解相关的事项或者是情况 我们要去确定其潜在的影响 而我们注册会计师对于这种超期事项 我们通常可以紧询问 这是C 也是错的 B 说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做出评估时考虑的信息 应当包括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获取信息 大家注意 管理层在评估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信息 注快在评估你的评估的时候也要这么做 如果有些信息没有考虑到位 应该提醒管理层去做调整去做更新 那么这些信息也包括注快实施审计程序时获取的信息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本题选错误的答案是A B C 这三个选项 考试当中我告诉大家就是这样非常常规非常基础的题目 大家必须要学会做 不能够出错 第三 如果咱们识别出一些事项或者是一些情况 咱们如何进行追加审计程序呢 比如说我们发现 有些事项导致对持续经能力产生重大的疑虑 那么注册会计师如何进行追加 刚才不是说过吗 说你看这里你要实行追加的程序 前面你在评估的时候 如果发现问题 如果有重大的疑虑 我们也可能会去额外做一些追加的程序 我们要去确定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所以此时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在这里有1 2 3 4 5 一共有5个程序 对于这5个程序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先不念一遍了 咱们画个脉络图 把它理理逻辑关系 然后大家就清楚了 清楚之后 那我们这节课学习任务就结束了 就最后这一个 大家跟着我好好地认真地听一听 这其实蛮有趣的 大家跟着我来思考一下这个思路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重大疑虑 但咱们告诉过大家 你不能认为说只要有重大疑虑 就一定认为人家的持续经济能力有问题 为什么 咱们接下来还要去做风险应对 还要再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要考虑考虑 被诊计单位 未来它是如何应对的呢 有没有计划呢 有没有缓释的措施呢 那这些如果我们都充分地考虑到位了 我们做完了工作了 进而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 是不是真的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针对我们做的这些工作 本质上就是对风险的一种应对 如何做呢 我们在这里讲一讲 我们追加哪些审计程序 一共有五项 我们分别举例来给大家做说明 第一项 如果说你发现管理层根本没有评估 它没有履行评估的责任 我问大家你说怎么办 说它没评估 说那你也不用忙了 我作为筑块是个好心人 我帮你评估吧 你看胸前的红领巾越发的鲜艳了 行吗 不行 管理层的评估是他的责任 如果管理层没有做出评估 那我们应该提请他去做评估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管理层有一些未来的应对计划 咱们不仅要拿到计划 不仅要看到这份文件 而且别忘了多想一步 咱得想想这些计划是否具备可行性 这第二点 第三点 管理层有的时候会说 说我编制了现金流量的预测 那这个现金流的预测 刚才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你说咱们要看什么呢 咱们要关注一下 其中的那些假设呀 数据呀 是不是真的合理呢 这个现金流量预测可行吗 这第三 第四 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就如果管理层说 说没事住快不用担心 虽然现在我没有钱了 但是我预计2022年 我的第一个季度 我就能够从银行拿到资金的支持 2022年第一季度 我们新投产的生产线 就能够开始运营带来收入 你信吗 你信不信怎么看呢 你看2022年1月份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季度报告 但因此 此时咱们完全可以看一些季报 从管理层做完评估10点网后 可能已经有一些可获取到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本质上就能够说明问题 因为这叫做事实胜于雄辩 这叫做期后的证据 第五 我们可以问管理层拿到书面声明 让他声明说未来的应对计划是可行的 但是大家注意啊 书面声明的特征永远不变 它必要 但是不充分 好了 12345 这五项就是我们的追加程序 做完之后 你大概心中就有数了 管理层的这些应对措施 到底是给力的得当的 能够去消除这种重大疑虑呢 还是说 管理层的这些措施 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他的这些分析 这些假设 完全是不成立的 进而你可能会认为 果然持续经济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所以你做完这些程序之后 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出现 好 我没有读一遍 但通过一个脉络图 把这个逻辑关系 咱们梳理一下 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来回过来 再看一下这几个程序 第一个 他没评估 咱们提醒他做评估 第二个 关注未来应对计划 关注是否可行 第三个 关注现金流量预测 来看一看 有没有考虑 对于现金流量预测的 这些数据的可靠性 假设是否有充分的 证据的支持 是否靠谱 第四 管理层做出评估之后 有没有存在其他 可以获得的事实或者信息 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 季度报告 第五 未来应对计划 可行性 我们要求管理层 治理层提供书面声明 好了 以上这五项程序 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那讲完这里之后 我们给大家 把上述的风险应对程序 就介绍完了 我们花两分钟的时间 整理一下 通过脉络图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思路理理顺 那这节课 咱们就介绍完毕了 学习持续经营能力 审计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 仍然是先去做风险评估 然后再去做风险应对 如何去做风险评估呢 那关键是从三个方面 去看是否会产生一些重大的疑虑 哪三个方面 比如说 有经营方面 有财务方面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 当然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他有可能认为没有重大疑虑 没有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运行的好着呢 那此时 针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他自己做出的评估 我们的风险应对程序 你注意啊 不是带他评估 一定是评估他的评估 所以我们注册会计师 要做的事 是评估你的评估 幸福你的幸福 要做这件事 那么如何去评估呢 针对我们发现的重大疑虑 到底是否有真正存在的 重大不确定性呢 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展开我们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 关注他的评估期间 大家注意 自财务报表日期 至少往后数12个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关注他的分析过程 这个分析过程 大家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有的时候管理层 无需详细分析 他可能就能够得出结论 那此时 也许咱们注快 并不妨碍得出结论 为什么 因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关注什么呢 关注一些数据 靠不靠谱 假设成不成立 未来的应对计划 到底可不可行 那在分析时 我们的信息从哪来呢 记住啊 应该是所有的相关信息 也包括我们注册会计师 实施审计程序时 所获得的信息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评估他的期间 评估他的分析过程 还有我们注快 可以去追加一些审计程序 一共包括五项 这五项程序 刚才介绍过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那经过做完这些工作之后 咱们都能够得到结论 它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有可能不存在 打消了咱们的疑虑 有可能存在 存在的话 就看管理层 有没有适当的应对 那进而考虑 对审计报告 意见类型的影响 好 同学们 借助这个脉络图 把这个逻辑关系比顺 那本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儿 下节课呢 我们花大概 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说如何影响 审计报告 因为那个知识点比较重要 所以咱们单独找20分钟 给大家去讲讲 保证大家的思路是清晰的 学习是顺畅的 好 那这个课间 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咱们再继续讲解 剩余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